不是坐得太緊 那個調局的不得了 就是坐得太鬆 昏沉的不得了 總是不能拿捏到那個中道的寥寥分明 輸入不動 總是抓不到 你一直給他不對的慣性 要對就很難 你都有隨時給自己對的 雖然只有一點點 慢慢累積 你會越來越多 對不對 所以不是我喜歡苛求 因為我發覺 你修很久 然後修不好 一定有原因 包括我們的思想不開通 固執 為什麼會那個樣子 就是你的氣根本沒有順 一個氣不順的人一定固執 一個氣調得很順的人 他一定柔軟 就這麼簡單 固執的人必然氣不順 氣不順身體絕對僵硬 道理就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我們很多東西 如果能夠慢慢鬆掉 把不對的改掉放鬆 那慢慢你就可以走上正確的路 好 還有就 Grande息 然後還有就是眼睛適宜的試量 所以我們的眼睛就平視 45度上下沒有關係不要抓得太緊 那眼睛閉不閉 看你 有些人睜著眼睛根本就沒辦法做 有些人閉著眼睛根本沒辦法做 一闭上眼睛就睡着 那就看你 这没有硬性规定 还有一个看不见的 就是舌底上额 舌头轻轻的顶着你的上牙齦 轻轻的碰触 不要顶 不要用力顶 用力顶又会上果 所以轻轻的碰触的 它会接通 我们说桥 如果一到家来讲 就变成认督两脉 怎么把它接通 就靠这个接通 我们譬如七字座 没有讲认督两脉 只有讲中脉左右脉 因为它只关心我们的命根器 也就是我们的中脉 那这个一接上来以后 会让我们的四大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 也就是水大 那个轻轻的水大会稚嫩你 让你不会口干舌燥 也就是我们讲的经意 嘴巴里面随时可以保持一定的潮湿 这样的话才可以长时间的静坐 比较不会有问题 好 接着下来就是另外也是看不到了呼吸 我们的呼吸就完全不管它 不要理你的呼吸 譬如七字座本身没有在观呼吸 让呼吸是自自然然的 该进就进 该出就出 你只要把知识做对 那呼吸随着你的身心状况 它会自然的调整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的身语意嘛 语就属于刚刚的呼吸 最后这个意 它又有一个口诀 叫做过去不思 未来不隐 现在不理 不要回想过去 不要计划将来 不要执着当下 那你心要干什么 那你心要干什么 不想过去 不想未来 不理当下 你心要干什么 就是保持那份 如如不动的绝照 一直保持着觉观 照见性 不要落到意识上 不要落到妄想分别上 就是这个样子 明白吗 因为我们不是妄想 就是分别 都是习惯都这个样子 你现在要透过这样子 完全绝躁的放松 端端正正的 让你的身进入一种 完全平衡 而且五大 互相饶意的状况 让你的身不断的往上提升 也就把身体的粗重 慢慢地降低 从粗的四大 进入一种细的四大 它才会自然地产生清安 身体的清安 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那些 平常是耗费掉的紧张能量 转化成一种自动功能 但是四大协调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产生一股 喜悦的能量 由下而上的能量 这个可以让气进入你的中脉 当气入中脉的时候 你的会性 你的智慧 就不断地提升 不断地提升 就让你那份不动 那份召见性 越来越强化 这身心两个一起提升 那到最后我们就可以修出 披如浙纳佛的功德 就随时心保持着绝照 如如不动的光明绝照 就变造性 随时 随地 不管什么空间 时间 你都保持着绝照 这样子的话 你想 你的生命会是一个充满能量 跟智慧的生命 你所到的地方 都会散发着智慧的光芒 这个大概就是说 我们还没有成佛之前 能够修到的最高境界 不要把自己弄得好像神通兮兮的 一副要救人的样子 没有 你救你自己已经很伟大了 不要想救人 真的 不要把自己妄自尊大 其实要修自己的业障 已经很大的能耐才行 千万不要想说 我要行菩萨道 我要帮众生 离苦得乐 你离苦得乐了没有 很简单 看人家掉在水里面 你真的是很想救 但是你晓不晓得 你会不会游泳 你有没有力量 把他抓起来 没有人笨到说 看人家掉下水 你就马上跳下去 也不晓得自己会不会游泳 甚至更不会有人笨到说 明知道自己不会游泳 还想下水救人 对不对 常常我们讲 尼菩萨过江 尼菩萨怎么过得了江 当然不可能 我们的业障 这么重 天天都想饶益众生 被你帮上忙的人 都感染了你的业障 因为你身心是有病 所以一定要好好学佛 真正的好好把自己弄清楚 让自己有智慧 现实一点 我们讲现实一点 就真正的知道因缘是什么 不要老是大妄想 打妄想 那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如果把这些先摆一边 那你其实每一座 每一个当下 都可以真的看到 智慧如如不动 业战顺身顺灭 一切都只是缘起的幻化 这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真的是真的 没有任何东西是真的 所有东西都真的 只是依缘起的幻化 幻现而已 那所有东西都不能保持 一个样子不变 没有任何东西 是真正不变的存在 那你要的这个东西 你最喜欢的那个现象 一下子又消失掉了 你如果懂这个道理 那你就不会执着那个现象 你晓得那个现象不能执着 但是你经过了 你也享受了 已经受了 已经了解了 接纳了 那过去就过去了 不要再想到 他能不能回来 完全不要有这种梦想 如果这样 那也就真的 过去不失 不要一直回忆过去的成功 不要一直计划将来想成功 那现在了了分明 被任何东西带走 这个不叫解脱 这个你又要用什么来说它 这个叫解脱 这个叫涅槃 因为你如果能够保持你心 是这种状况 何来的贪嗔痴 没有贪嗔痴 怎么会痛苦烦恼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修行 其实真的就修这个心而已 把这个心弄对了以后 那心错误的造作 也就是所谓的无名 业力习气 它就不会先前 起不了作用 这时候你的心 就从业力解脱了 我们常常是在夜报里面 又用错了心来解脱 然后又剪进去 又造新疆 不仅仅没有消旧业 又造了新疆 那就永远没完没了 我们静坐 真的是要做断妄想 做见本性 做见本来面目 所以你首先必须做断妄想 做断妄想 就是在静坐的过程里面 你不起分别心 不要去执着什么 分别什么 要什么 不要什么 这些通通是妄想 你只要保持 那一份如如不动 本具的绝躁就好 那是你的心 本来的面目 还没有起心动念 之下的原来的心 真的是你的本来面目 这个好好地把它保住 让它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稳定 这个就是真正的修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你解脱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你真正有智慧 真正能够去饶育众生 饶育众生绝对不是用猜的 也不是只是一个好心 不是一个好心了得 你必须有条件 只有动机好有什么用 所以烂好人其实叫德之贼 都以为自己修得很好 以为自己能够帮所有众生 那个是德之贼 因为你对自己已经错误了 知见 你没有那个能力 以为自己有那个能力 这个已经是大无名 甚至讲得不好 那个叫未修 未修 未证 未证 是大妄语 所以这里面当然我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免 不要 不要 是我催眠洋洋得意 但是很要不得 但是我们所谓修得很好 常常只是这样子而已 真的 我是讲真话 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